像網路上很多可能生病的朋友 粉絲 病友 他們都會來留言告訴我 分享他們的狀況 或是來諮詢我 那我就有看到一個病友粉絲 他是跟我說他復發了八次 八次 對 然後真的是好幾個 然後我有加入 那八次就要不斷的不斷的開 他就是十幾年來 他一直可能每年都沒有拿乾淨 然後就是又再復發 又再復發 然後我有加入那個腦瘤的社團 裡面很多大家分享都是 我很少看到沒有復發的 所以我其實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會覺得 所以我聽到復發 我也沒有太驚訝 只是就這次想說 選擇一個不一樣的手術方式 別人八次 你才復發一次 對 這樣可以 這樣很開心 這樣還幸運 很幸運 那請教一下溫醫師 出現什麼狀況的時候 你會懷疑是腦瘤 腦瘤剛開始 常常都是一些很不明確的症狀 比如說像剛剛說就是眩暈 或者是有一點點頭痛 這個階段其實很難 一下子就被發現 或者被醫生診斷 我也是腦瘤 那通常比較明確的 就是比如說像剛剛講的 本來很擅長的 很 我已經唱了一萬遍的歌 我很擅長執行的事情 我突然不會了 那或者是出現 比如說單側的手腳不靈活 比如說我這個肢體不協調 肢體不靈活 走路不穩 大概這就是比較明確 明確我們已經會高度懷疑了 那小雷那個症狀 因為他那個聽神經瘤 他就是從內耳的平衡 管一個管平衡的神經長出來的 所以病人很初期的症狀 就是會說聽力變差 然後可能一句話裡面 有幾個字聽不清楚 然後或者是就開始不平衡 有那種不平衡的感覺 開始頭暈 所以他也會經歷 那這個腫瘤基本上是良性 所以他長得很慢 所以他就是一個很緩慢 好幾年慢慢慢慢 越來越大的過程 所以症狀都只有一點點一點點 那就很難一下子被察覺 瞭解 對 我以前力宏得到腦瘤的時候 他還沒有發現 然後他有一天就說 他現在開車電力 你和人家燒A這樣子 然後他沒有發現 他的視距變窄了 視野變小 視野變小 對 然後他大概撞了六七次以後 他才發現有問題 剛開始我們撞一次不會 兩次真的是衰 怎麼六七次了 趕快去檢查才發現他得腦瘤 那你有走路不穩嗎 有 我是發現確診有腦瘤之後 因為那時候我其實都還有在錄影 然後出外景 然後我就在外景 就是玩遊戲的時候 就是你要去追人 跑 我就發現 我沒有辦法控制 我自己往這個方向 他會一直這樣 一直這樣 你一直跑 他就一直往左邊偏 然後我就覺得 對 我好像平衡 我突然沒有辦法自己控制 對 這是比較明顯的一個症狀 如果有很漂亮的小姐 我們一直過去 我們就會說腦瘤 你就會一直這樣 就是腦瘤 這樣吧 他不是腦瘤 那是阻隔 走路會沒有辦法 就是沒有辦法直線 你腳這樣踩 你是完全做不到那個動作 聽說這個跟你交往 才五天的男朋友 陪你一起去看診 對 我們才剛交往 他就說那我陪你去看醫生 然後我們就去看報告 剛好那個核磁共振報告出來 我還在跟醫生邊聊天 然後我們想說 我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然後醫生就突然 把電腦這樣轉過來說 那個因為你看一下 你這邊那個腦瘤這麼大顆 然後我跟我的男友就這樣 對看了一下 可是因為我們還在開玩笑 你知道那個情緒很難 突然轉換 然後我們就 好 他就是建議我去大醫院 就是專門有開刀的醫院去就診 這樣 你看他是說 那你還要跟我交往嗎 是這樣 我們兩個對看完 結果其實我們兩個都超級冷靜的 都沒有說怎麼會這樣 或是很緊張 他也是很冷靜 他就說那就看明天 約什麼醫生去看診這樣 對 後來他有沒有跟你分手 沒有 到現在還在一起 這個不錯 對 而且他也都沒有幫我 當病人看待 對 陪著你耶 對 可是你生死不明 也沒有到生死不明 就是 現在想起來過程是還滿長的 但是他 對 一直都在 那你開刀的過程裡面 男朋友有沒有這個 無為不至的侍奉湯藥 陪在身邊 他有陪在我身邊 然後還就是因為整個過程 我在開刀過程還搬家 因為我本來住的是樓中樓 然後他就擔心我 開完刀沒有辦法這樣講上廁下下 樓中樓很麻煩 對 晚上上廁所或是什麼 我們都要趕那個樓梯 他就是直接都 我開完刀我就已經搬到新家了 都弄好了這樣 環境就是適合休養的環境 不錯不錯不錯 那這個 你這個刀好開嗎 不好開 我那時候開了十幾個小時 對 而且 怎麼說不好開 應該是說 他黏著神經很多 你如果 像是我今天要把它拿乾淨的話 你一定會傷到像我的顏面 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因為我是直接顏面失調 當下開完刀 然後醒來想哭又很痛 想哭就是 那個眼睛都沒辦法動 你就感覺到 我就想說完蛋了 我顏面失調 對 那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有 你看 一點點 很明顯吧 你的左邊一點點 這樣 其實好很多 對 本來是完全左邊都不會抖 我到現在還是會 這邊會一直老把油 然後眼睛會有點閉不太起來 不太容易控制 對 就會很趕 但是已經是好很多了 這對你的心情傷害大嗎 心情傷害大嗎 我覺得我好像還好 因為女生愛漂亮嘛 對 就是當下 因為一直很不舒服 然後就是你躺在那邊 時間其實我覺得還蠻快就過了 然後就習慣了 所以對我影響其實沒有到非常大 沒有非常大 會慢慢好了 他現在已經五年 已經算是 我現在就覺得是最好的 最好的狀態下 對 因為我是聽說 不太可能百分之百恢復 對不對 對 那請教一下這個問醫師 如果他沒有開刀 會死掉嗎 他腫瘤越長越大 他終究也會顏面神經無力 就是 對 就是然後再來就是聽力會越來越差 然後再來就會開始壓迫腦幹 對 然後不平衡 然後肢體的不協調會越來越多 但是他不會一下子導致病人死亡 但是通常這個階段 就已經生活上有很多的困擾了 大概都要積極處理了 他說這個檢查有四公分的腦瘤 那我們腦到底能裝多大的瘤 還裝得下去 這個位置四公分算大了 這個位置四公分已經開始 就是已經很不平 很不穩 然後壓迫其他的 對對對 因為他腦幹 腦幹就在旁邊 腦幹就在前面這個這個位置 所以壓迫腦幹就會開始有很多肢體 不協調的症狀 對 固態不穩這些 那這個刀也確實真的是 技巧 手術比較複雜 技術難度比較高的 因為那個顏面神經跟那個 他長出來那個 對對對 跟那個第八對腦神經 他們其實就是半型走在一起 那那個神經就是你的顏面神經 其實都是被被推開 然後整個神經就是黏附在 那個腫瘤的表面 他都是發散的 所以其實手術過程 醫生都很希望可以儘量的 把腫瘤切乾淨 可是那個顏面神經 就是被壓的扁扁的 發散在那個腫瘤的表面 所以其實都投鼠技器 就是我們又想把它拿乾淨 可是在硬要拿乾淨的過程 顏面神經真的很容易拉扯 然後就有點功能 生命上的風險嗎 這個位置除非很大 可能會有生命的風險 對 但是很少 通常都還是 還是在顏面神經無力的階段 就已經得要趕快處理了 那小蕾有寫遺書嗎 沒有 沒有寫啊 沒有 我沒有想過 你怎麼知道推出來的時候 你還在呢 沒有想過這個問題耶 真的喔 反正沒什麼財產 對 是這樣說沒錯 真的喔 對 沒有擔心耶 真的 爸爸媽媽應該很擔心吧 我是到開刀前幾天才跟他們說 你都把你一個人承擔喔 我不敢 我怕他們太早知道 要擔心很久 然後你知道過程 還要經過開刀很長 所以我就是決定了手術時間 前兩天才跟他們說 你要跟他說我很辛苦 我長腦牛 每個月光營養費要十萬 沒有 我是跟他們說不用擔心 這很簡單手術一下就好 我就是叫他跟他們講 很孝順 很勇敢孝順 很孝順 那你現在開完刀了 你都知道 生活有沒有什麼改變 生活有什麼改變 就是不太 已經很少在工作了 因為我覺得是因為顏面失調關係 加上我的工作的屬性 我就會覺得 別人會不會覺得 找我上節目 你那臉那麼歪 如果來介紹一些漂亮的東西 會不會很奇怪 我自己就會想比較多 不會不會 你依然還是很漂亮 謝謝 就是會擔心 所以就是到現在五年 我基本上都還是在休息 對 因為中間還有復發 對 可是那沒有收入啊 沒錯 就是靠一些業配 經營網路 經營網路靠業配 這樣能撐 我撐得下去喔 可以耶 還有男朋友 男朋友 這個應該可以這樣耶 但是因為我的花費非常的少 這可以這樣 這可以嗎 對 你有沒有看男生有說嗎 男生有沒有說要娶你啊 沒有耶 那你沒有跟他講 你要不要娶我 也沒有 來 你先跟他說 男朋友再看電話 現在跟他說 對 不好吧 怎麼會不好 我覺得我們兩個現在這樣非常好 就是穩定交往 他如果哪一天跑掉了呢 我覺得不會耶 我很有安全感的 好 這個很好啦 小蕾還好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剛剛我們看到的小蕾的照片 其實是你第二次復發 請教一下溫醫師 為什麼會復發呢 腫瘤只要沒有完全開乾淨 其實他就有復發的可能 對 開乾淨 對 這個位置真的就是投鼠忌器 就是我們又想要開乾淨 可是又怕傷害聽力 又怕傷害顏面神經 對 所以第一次沒有開乾淨 會復發的話應該是 那第二次有沒有乾淨 後來應該是用別的做法對不對 對 後來他好像是採用那個 我做放射 對 用放射限制 我想要再經歷一次那個開刀過程 因為開了十幾個小時 然後你還要在家戶病房 躺在那邊 然後又睡不著 又沒人可以聊天 就只能一直放空 就是想到那個過程 覺得很痛苦 所以我就第二次是選擇放射 對 那你 對不起 你開刀是 是那個頭蓋骨要拿起來嗎 我 這邊有 這可以撥嗎 可以 可以 蠻可怕的 就是頭髮剃掉 從這邊是不是 對 開這樣 耳朵後面 耳朵後面 那這裡是要全部切開 對 切開 對 然後如果我們會磨開 磨開 對 就是磨開 把骨頭磨開 對 磨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術中用那種 手術用的高速電鑽 把那個骨頭磨開 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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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磨骨頭這樣 對 才能夠進到爐內 然後把腦膜打開 才能夠看到這些小腦 腦幹 那為什麼不是從這裡把它切掉 然後翻開來 在其他部位是這樣看 這個部位 這個部位是這樣看 因為像金超群的 你就看到它是一個L型的 它就是這樣子 對 不同部位有不同的做法 對 所以這個傷口有這麼長 對 而且我當下其實還有請 那個神經監測的團隊 有 這個手術術中 一定都要做神經監測 我們就是一邊監測 這邊太靠近也變神經 那這邊不能再動了 對 這個是引流嗎 對 引流髒血 是 那你手術後據說都用針灸治療 因為手術顏面失調 我剛開始其實各種都試過了 完全不一樣的針灸手法 然後電療 什麼按摩 一些骨髮全部都試過 我現在維持到現在的就是針灸 我覺得比較 我自己也比較舒服 對 那在復發的時候 有沒有你的心情有受影響 我還好耶 是因為我有很多 像網路上很多可能生病的朋友 粉絲 病友 他們都會來留言告訴我 分享他們的狀況 或是來諮詢我 那我就有看到一個病友粉絲 他就跟我說他復發了八次 八次 對 然後真的是好幾個 然後我有加入 我的 那八次就要不斷地不斷地開 他就是十幾年來 他一直可能每年都沒有拿乾淨 然後就是又再復發又再復發 然後我有加入那個腦瘤的社團 裡面很多大家分享都是 我很少看到沒有復發的 所以我其實就是有一個心理準備 會覺得 所以我聽到復發 我也沒有太驚訝 只是就這次想說 選擇一個不一樣的手術方式 是 對 別人八次 你才復發一次 對 這樣可以 這樣很開心 這樣還幸運 很幸運 我跟你講你這個很樂觀開朗的心情 態度很好 對 你怨天牛人也不會變好 對啊 真的 所以就是放輕鬆 放輕鬆 對 然後我第二次選擇的是 你看 還要做這個面具 就是你要在那邊不動 一個多小時吧 讓那個泥 完全照你的頭型去做 然後它是放射 去燒那個裡面的腦瘤組織這樣 對 這個感覺要搶銀行 對 很像德州電鋸殺人狂 德州電鋸殺人狂 所以這個現在狀況都 一切都很好 你的聽力恢復了嗎 它不會恢復耶 對啊 左邊是不是 左邊就是聽不太到 我覺得它可能是身體 想要跟我說 你可以不用太常聽別人講話 沒關係 對 我覺得它可能會告訴我這個 老夫老妻這樣狀況應該會不錯 所以才可以在一起這麼久 因為我去打球 打出來以後 有個男生 也是七十歲的男生跟我說 我就跟他講話 他說你不要再跟我講話了 我說為什麼 我太太接我 他五年了 他都以為我聾了 是裝聾 拿裝聾 因為太太有些人撈刀嘛 他就裝聾了 太太就不會再撈刀了 你懂嗎 這真的會耶 可以避免吵架 因為我有時候聽得到 我都會假裝 聽不到 假裝沒聽到這樣子 這樣子啊 有時候會聽得到幾句重要的 很討厭的 會想生氣的話 但我就會不想回答 我就會假裝我聽不到 你就講 對 什麼是你不想聽的 就有時候念念念啊 就是說 誰敢這樣念你 男友 他念你什麼 就是會說 你這怎麼不收啊 或是幹嘛之類的 我現在有點忘了 就是會誰誰念 或是話很多的時候 我都會放空 那假裝聽不到 對 然後就不回答他這樣 就是所以感情就很不錯 學到了 這樣是 維繫感情的好方法 有些就光住 光聽 裝作聽不懂 是 所以有些你知道 有些稍微有點年齡的男性啊 然後可能本來有裝那種助聽器啊 在家裡都是拔下來的啊 在家裡就拔下來 出門才戴啊 因為家裡就聽不見啊 助聽器 對 你弄下來就聽不到了 對啊 就是說 那請教一下伊莉啊 像他這樣的手術 在飲食上 或者是在保養上 有沒有什麼要注意 其實術後因為跟我們的腦部神經有關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我們腦部主要供給的營養素 是葡萄糖 所以基本上來講的話 我們在澱粉類的部分 你有葡萄糖 然後又有維生素B1 B1也是跟神經的連結有關 那我們會建議就是說 在澱粉類的東西裡面選擇 比如說像比較偏糙米啊 燕麥這一種 他有葡萄糖之外 他又維生素B1豐富 所以會建議就是把這個白飯的部分改成 比較是維生素B1 尤其是B1 那跟神經的連結傳遞有關 那側米 或是五穀米也可以這樣子 然後蛋白質的部分呢 我們當然是以 我們可以說所謂DHA嘛 那就是魚類的部分 我通常會推薦 比如說像青魚 鮭魚啊 還有南部的那個 撒白魚 它其實它的歐美加三 也是算蠻高 而且其實它的那個 就是說在吃整條的話 你看它油脂很豐富 所以我蠻推的 像秋刀魚 鮭魚 青魚 這個都很好 可是有個都蔬菜裡面 大家當然會講到綠色蔬菜 可是我會建議 就是說如果是腦部保養的話 通常我們會給藻類的東西 海藻類的 海帶類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藻類的東西 它在體內就是 它也是算是說 它可以有機會轉換成 Omega 3的脂肪酸 所以藻類的部分 也是可以多攝取 對 然後另外堅果的部分 當然我們會希望堅果 也可以多吃 但是我們會建議 就是幾個油脂比較高的堅果 包括就是說核桃的部分 核桃 那當然中醫說以形補形 那這個核桃其實它裡面的 Omega 3脂肪酸也很高 另外金氨酸的含量也很高 包括修復的部分都有幫助 所以核桃還有就是腰果 這兩個會是首選 那所以從我們的澱粉到蛋白質 還有堅果類 然後蔬菜的部分 藻類可以多吃一點 OK 這個小雷等於三十四歲 就發現得腦瘤了 請教一下文醫師 你看過最年輕的腦瘤幾歲 不同的種類的腦瘤 它好發的族群不一樣 那也有一些 有一些是兒童的腦瘤 兒童就得腦瘤 有些兒童腦瘤 那也有一些是 比如說青少年的腦瘤 對所以不同腫瘤 它好發的年齡層不太一樣 原來是這樣 所以年紀大也可能得到 年紀很小也可能會得到 新聞娃娃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